歡迎收看8月24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楊子萱 新聞一開始首先帶你來看到 從花蓮市賞金碼頭一直到北濱沿海一帶 在過去曾經存在一個扭踏石漁村 而其中除了有豐富的數種資源 更是不少50年代老花蓮人的青春回憶 而縣議員楊華美在日前則召開了專案會議 希望縣府能夠開發具有潛力的觀光資源 讓花蓮除了太魯閣之外 扭踏石也成為觀光的一大亮點 近百位民眾走進兩壇自行車道 跟著當地里長及文史工作者的腳步 找回過往歷史記憶 為了提升花蓮的觀光價值 也讓旅遊更有深度 縣議員楊華美除了邀集專家學者 帶領民眾從返鳥踏石地區辦理走毒活動 更在議會召開專案會議 那這件事情它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它是我們花蓮市的一個有文化記憶 有歷史等等的一個村莊 然後消失了 那有沒有可能讓它再透過政策的推動上 讓更多在地人以及觀光客在陸基那裡的時候 知道原來過去有這段故事 從花蓮市賞金碼頭一直到北濱沿海一帶 在過去曾經存在一個鳥踏石漁村 其中除了有豐富的數種資源 更是不少武林年代老花蓮人的青春回憶 經過了曙光橋進入了鳥踏石部落 再往前走會到了那個港區的倉庫群 然後再往下走會到了向陽廣 向日廣場就是漁港 然後未來海資館也會在那裡 台肥也在那裡 那所以它這個串聯 那其實就是花蓮領港線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景的附件 那很希望政策上能夠重視 然後讓花蓮在這一次大地震之後 我們的觀光的太魯閣重點 它要休息七年 那在這個七年當中 我們可不可以讓我們花蓮具有文化歷史 等等的這些有有機的觀光景點 能夠真正的被復甦起來 讓更多的人知道 來花蓮觀光不是只有買民產 不是只有東大門 而是我們有很多的文化漁村等等的這種文化的觀光 民眾學者及相關單位共同腦力激盪 提出想法評估可行性 希望鳥踏時也能成為花蓮觀光的一大亮點 記者 許麗晴 華蓮詩報導 許麗晴 華蓮詩報導 請坐下